高雄昨天是发生了一起公安意外 李长荣化工厂内有一名工职人在协助清理草体的时候 被煤焦油一块击中 因为空间狭窄救援困难 工人受困12小时 救出时已经明显死亡 老检处初步认定违反治安法 勒领现场停工 李长荣回应草体出租给其他厂商 经了解工人是厂商所评估的 消防人用水道切开草体 只见全市泥块得逐一搬移 清理才有更大空间 让更多的人进入搜救 不断清空内部泥块 推进到草体更内部 现场是李长荣化工高雄码头除运站 一号下午消防局获报 一名四十八岁工人失联 当时他跟团队一起清理 这座三公尺高的除油槽 疑似被摊坊的泥块压住 随出动大批人车抢救 却因空间限制增加救援困难 历经十二小时 周六凌晨两点半 终于找到工人 不过已明显死亡 老检处初步调查 雇主没采取党装护网等必要设施 以违反治安法 雇主违反了职业安全卫生法第六条 第一项的规定 我们以勒令现场停工 最高可数新台币三十万元的罚还 李长荣则回应发生事故的除草 已出租 客户是二零零七年成租来放探烟浸料油 合约要求交还草体前需清洁完毕 并经双方认可之第三方检查合格 清洁工程事先已评估 也确保过品质安全 此事故将配合主管机关抢救及事故调查 劳工局已勒令现场停工 也将厘清责任归属 事故原因后续则由警方调查 记者王庭许正俊高雄报道